我在这里跟你说说对不起 老公我错了 不错 黄先生呢 你有什么想跟妻子说的吗 其实问题都不是很严重 严重的问题是 我们之间就根本不知道 怎么去跟对方沟通 不能把心平气和的去谈吗 非得什么事情都闹得这么大 私下的都解决不了吗 我们谈了太多次 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 能让我们不像这样的去解决问题 难道我们每一次解决问题 都要靠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吗 我并不说每次 我就是真的 你不觉得咱们结婚这一年 到现在一次比一次闹得大吗 对啊 黄先生 你刚才在说 你太太在微信上发一些感想 在微博上发一些感想 实际上你太太之前的经历 她是一个运动员 对吧 个子很高 打篮球的时候 但是她的内心很细腻 我们说叫做恋爱是写不出爱情诗 爱情诗一定是在失恋的时候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么对于她来说 她一种强烈的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 一种需要 在你这儿得不到回应 其实我觉得 今天到这样的一个场合来 不是闹大了 是恰到好处 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们之间不会互相的沟通 我们在这样一个场合里头 她能够让杨女士把她内心的东西 更加充分地讲出来 之前她也不会表达 她很急 当她需要你那种比较温柔地表达的时候 她可能用很强烈的语气来表达出来 是跟你争 跟你吵 但是恰恰在今天 我们有一个客观的第三方 我们五个人的眼睛是看得很清楚的 也许早一天来到这样的一个现场 你们的问题就会解决了 你们现在心里还是有小哥的 从这个节目下去以后 肯定不会说是马上你们以后就不吵架了 没有不吵架的夫妻 而且你们各自还有一个孩子 我倒是觉得 你们这种A制挺好 起码浪漫一下 黄先生还能给杨女士送个礼物 这个杨女士还能给黄先生一个惊喜 等将来水到渠成了 再走到一起 未尝不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